埃德萨克,奥古斯都王子,他会与什么危险的,可能导致惨剧的大事有关系。 而且,这件事情似乎已经得到了语者先生的注视。 正义奥黛利瞬间将姓名与人物对应了起来,并产生了极大的忧虑和疑惑。 在他的认知里,能被语者先生注视的事情或非常危险,或极端隐秘,或影响深远,绝对不会简单,比如,真实造物主试图借助兰尔乌斯和东区工厂区恶劣情况降临贝克兰德之事,比如,罗萨尔大帝的黑黄地牌,比如,尼根公爵之死和黄昏影试会。 类比这几个例子,奥黛利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处理得不好,或者不够重视,与埃德萨克王子产生牵扯的大事,必然会带来非常非常非常恐怖的风暴。 嗯,埃德萨克王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纠缠我了,我只是觉得庆幸,并没有多想。 现在看来,这似乎有点问题,前面的舞会上,还热情地拦着我聊一些无趣的话题,玩弄自以为是的拙劣幽默,仅仅两三天后,就变得相当冷淡,甚至故意避开我,我必须找机会向爸爸打听一下他的事情。 但又不能表现得太好奇,否则他很可能就答应了王室的联姻要求,奥黛利回想起了一些细节性的事情,忽然觉得自己的肩膀变得沉甸甸的。 他一直不喜欢埃德萨克王子,包括他的两位哥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王妃,至于理由,非常简单,黑夜女神的信徒无法接受一代代信仰着风暴自主的奥古斯都们, 那意味着,对女性的傲慢,自大,轻视,偏激已经深入对方的骨髓,很难再做出改变,而这是奥黛利最无法容忍的事情。 一想到成为王妃后将置身于古老森严,极端保守的环境里,奥黛利就觉得自己肯定会因此发疯,不顾一切地逃离。 所以,面对王子们还算殷勤地讨好时,他没有一点感动,甚至非常排斥。 埃德萨克,奥古斯都,听姓氏是王室的成员,我隐约记得这是一位王子。 他要做什么危险的事情? 我根本接触不到他呀,对了,可以请奥黛利小姐和格莱林特自觉帮忙,但理由得提前想好,不能让他们怀疑魔术师弗尔斯微皱眉头,解读起语者先生的那句话。 岛调人阿尔杰对此颇感兴趣,但又不敢再问明显只做提示的语者先生,只好沉吟两秒,对正义、魔术师和世界道。 大海之上的气氛也不平静,这或许与贝克兰德产生了联动,就像那些机器一样。 他这句话毫无根据,纯粹是想夸大危险程度,让三位身在贝克兰德的塔罗会成员积极调查。 不得不说,岛调人先生配合得真好,旁观的克莱恩顿时放弃了让世界说类似话语的打算。 他之所以只提爱德萨克王子,不说那位疑似有灵级封印物的,戴蓝宝石戒指的女士,不讲可能也掺和尽了这件事情的008和殷斯,赞格维尔, 是因为不了解那些甚至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的最顶级封印物的情况,只能凭一些细微的线索做出不敢完全肯定的猜测。 害怕直接将关键点告诉正义和魔术师小姐后,他们刚有针对性的调查,就会被目标察觉。 这也是克莱恩不自己找机会把自身遭遇告知机械之心的原因,基于对封印物008的某些猜测, 他怀疑抱着这样想法的自己离开明斯客街,乘马车抵达杠杆教堂或蒸汽教堂时,会遭遇突如其来的绝对无法抗衡的袭击, 比如地下区域内的封印物大暴动,比如高序列强者的致命一击, 只有挥晤的屏蔽能让克莱恩不用担心类似的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此事告知正义和魔术师小姐, 通过他们做更加柔和,更加迂回,更加不会被预先发现的提醒。 除此之外,克莱恩还有别的打算,那就是配角中的配角淡出舞台,离开贝克兰德后, 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变化容貌,悄然返回,与灵极封印物的事先外联络机械之心, 希望能够成功,希望有机会救出殷斯赞格威尔。 嗯,前提是,如果他确实参与了这件事情,等等, 阿兹克先生在追查殷斯赞格威尔的过程里,与军情九处发生了冲突,遭遇了暗中的通缉, 而军情九处一向被认为是军方里的亲王式派,围绕埃德萨克王子有一系列的巧合, 这与封印物008之前展现出来的特点相似, 这似乎从侧面证实了殷斯赞格威尔的存在。 克莱恩闭了闭眼睛,脑海内又回闪出了那双斩亮的皮靴和苍白的手掌。 他靠住椅背,上翘嘴角道,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下周再见。 皇后区,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 奥黛丽站在全身镜前,看着里面的自己正正出神。 这次的塔罗聚会对他来说,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好消息是,他即将得到心理医生魔药的主材料之一。 虽然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用1000磅从道调人出买一些基础性常识的无知少女, 知道不少非凡材料的大致价格, 但他并不介意为静龙的眼镜支付一价。 在尼根公爵被刺杀后,他有了迫切提高自身序列, 获得相应战力的渴望和动力。 为此,他不想再等待,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 只要有材料出现,只要不算太离谱, 他都会立刻接受,以免被意外干扰。 这就像一件被众多贵族夫人看中的珍贵首饰和男人们喜好的, 拥有奇特血脉的西上马匹, 相应的一架是必然存在的,不可避免的, 有的时候,在原本价格上翻两三倍都不是不可能。 而且,福尔斯在中间忙碌, 联络老师,肯定不能让他白白浪费时间,承担风险。 嗯,他也不知道我就是正义,奥黛丽无所谓地想着。 至于坏消息,毫无疑问是埃德萨克王子之事, 这让奥黛丽少有的忧心忡忡。 幸亏有世界先生得到消息, 有语者先生给予提醒, 否则事情不知道会恶化成什么样子。 奥黛丽,有了这么好的条件, 你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加油! 女孩对着镜中的人影, 画了个飞红之乐, 努力让自己乐观起来。 然后,他收敛情绪, 出门前往琴房, 准备参与接下来的钢琴课, 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是因为霍尔伯爵夫妇 和希伯特霍尔得晚餐前才能回家, 他现在想要打听消息都没有对象, 只能告诉自己, 要冷静, 要沉着, 要耐心。 家庭教师抵达前, 奥黛丽随意地弹奏起乐曲, 用美妙的旋律洗涤心灵。 弹奏告一段落, 他发现金毛大狗, 苏倩不知什么时候已开门进来, 蹲在了旁边, 脖子上依然挂着那饰品般的金边眼镜。 奥黛丽,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的琴声告诉我, 你有烦恼的事情。 苏倩突地开口说道, 嗯, 奥黛丽一下正住, 不知该怎么回答。 他忽然觉得家里有条独心狗, 不一定是好事, 燃烧着篝火的营地内。 闭着眼睛的戴里克·伯格, 静静回想着塔罗聚会上发生的事情, 确认自己没有遗忘, 反复经历同一段人生的记忆。 不知过了多久, 宝涵期待的他睁开双眼, 打亮起四周, 然而, 映入他眸子的是与记忆里完全一致的火焰和队友。 就在这时, 盘腿而坐, 靠着石柱的裂魔者柯林, 沉声开口了。 五十次闪电后出发。 这一刻, 戴里克确定之前经历的所有事情不是梦境和幻觉。 乔武德区, 明斯克街15号, 克莱恩下至一楼, 坐到起居室内, 感受着壁炉不断外散的温暖。 安乐以上的他静静摇晃, 没有看报纸, 没有翻杂志, 也没有阅读书籍。 这一切是如此的安宁与沉默, 直到门铃的声音叮叮当当传来。 穿着家具衬衣, 羊绒背心的克莱恩起身走向外面, 发现访客有些出乎自己的意料。 他拉开房门, 呵呵笑了一声, 下午好, 埃姆林, 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丰收教堂帮忙吗? 来者正是头发写着后书, 俊美得有些阴柔的吸血鬼埃姆林怀特。 听到克莱恩的招呼, 这眉眼傲慢的家伙表情顿时僵住, 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 我有事情想咨询你, 夏洛克, 莫里亚蒂, 侦探。 埃姆林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吐出, 请他进入起居室后, 克莱恩重回安乐椅, 笑着问道, 什么事情? 咨询费用一半, 但不能超过一小时。 埃姆林怀特并未在意她的话语, 沉思着说道, 有位大人物让我去做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虽然能侧面帮助我解决隐患, 但也蕴藏着很高的风险。 我没什么朋友, 又怕父母担心, 而你是一位见识丰富的非凡者侦探, 你有什么建议? 拒绝还是接受? 解决隐患? 清除心理暗示。 克莱恩斟酌着说道, 只有事情这个单词的情况下, 我无法给出任何建议。 埃姆林怀特沉默好几秒, 咬了咬牙, 压低嗓音道, 和那位愚者有关。 啊? 克莱恩险些抬手掏儿?